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竟然是路易的扮演者 这么大的反差他是怎么实现的 于是开启了我的各种考古 然后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在等着我 最近我还在坑里心甘情愿的每天吹各种彩虹屁 经过各种渠道的了解 我发现任嘉伦这个人比路易有意思多了 再加上去年一年任嘉伦各种忙碌的营业 我好像把路易给忘了 我的心里有寻找太阳的易冲 有了我喜欢的林静 有了绝美拿完月 也有了让我欢喜 让我落泪的放念郎子顾川 我的心里有了那个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任耀熙 有了那个在综艺当中调皮可爱又暖心的任国超 有了那个背负众多希望 一步一步向前努力的任嘉伦 我的心里还垫置着 许久没有音讯的沐清和李希成 惦记着平平无奇的周深臣和贵不可言微不可言的小南城王 惦记着刚刚上岸的长翼宝宝 路易那个一听一笑一勾唇就让我是魂落魄的男人 他在我心里渐渐没有那么重要了 到了今年我以为自己啊更是把他忘记了 可是这段花期让我重新记起熬夜看景之下的时光 让我想起路易曾经带给我那些美好和感动 还有那么重彩的美颜暴击 原来路易一直在我内心深处从未离开过 真是乱花剑玉迷人也 路易已不是当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 锦衣翻飞就失去 今日江苏卫视职场综艺神神发光的你已发出抢先看 让我们看到一个实在人任嘉伦 马东老师这样提问任嘉伦 加伦当别人跟你聊起格局 你一般心里什么反应 任嘉伦说看什么人吧 马东继续补充 比如说某影视公司老板投资了你的戏 喝一杯茶呀 请嘉伦做一做 老板说嘉伦做演员还是得有歌曲 任嘉伦笑着回答 那我觉得这部剧有一半的可能就是悬了 面对其他嘉宾的好奇 任嘉伦说强调格局了 该强调的东西都不强调 马东老师继续问 那你说他应该跟你说什么 任嘉伦说就说点实在的吧 这个项目他究竟投入了多少 他在乎什么 市场接不接受 你面对的年龄群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就把你实际的先聊好了 让我们心里有个数 先把这些现实的目标性东西聊好了 聊好了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人 不要想太远大的东西 我发现任嘉伦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 非常惊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而且呢他还脚踏实地 不人云亦云 一点也不急躁 任嘉伦说因为他经常会收到一些剧本 之前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好到让他看了非常响眼 可是后来再拿出的剧本 就和一开始的几人不同的故事了 他看了一集就说算了吧 和之前看到听到的就是两拨人完全不一样了 这大概也是任嘉伦非常渴望看到 好剧本和好的团队的重要性 任嘉伦无数次表达 打过对于好剧本好团队的渴望 一个好的剧本会让演员全身心的投入表演 一个好的团队会让演员之间的合作 如雨的水 起到相互成就的效果 任嘉伦就是一个实在人 一个是实在在的演员 脚踏实地的生活 脚踏实地的工作 脚踏实地的前进 不忙从 不盲目 坚持挑选剧本的选择 找准发力点 做一个有想法有能力的好演员 这才是真正的格局 不随波逐流 坚定做好未来每一步 加油任嘉伦 希望有更多好的剧本 找到任嘉伦 用心的演员才能做好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